第一個我們修改的地方就是在這個 button 上點兩下 它會停在這個 click 事件底下 我們把上面的 page load 的程式怎麼樣把它剪下來 Ctrl X 就好了 剪特別注意你不要把刮鬍也剪下來 就刮鬍留下來然後其他留下來 那第一個就是說我的什麼呢 我的 cost name 就是我的那個名稱的話是來自於哪裡呢 來自於畫面上面的這一個 這個控制下 前面這個 不理他反正就是他 他的名稱叫什麼呢 TXT name 所以你找到 enter 之後再點他的來源是 test 這樣就可以了 enter 一下 那你會發現這個丟給他OK呢 OK啊為什麼因為在 testbox 裡面放的就是字串 所以丟過去不用轉型 第二個會遇到就是你的什麼年齡 年齡的話在哪裡呢 TST當使用者填資料 是填在哪裡呢 tsth 點 txt 有沒有這個 enter 一下 不過你會發現 他馬上告訴你什麼 錯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後面是字串 前面是什麼 前面是整數 那不行啊 你這邊兩邊不通嘛 不過 Visual Basic就可以 所以Visual Basic這個語言 太人性化 但是 問題如果不行怎麼辦 就是要把它轉型 我剛剛講過嘛 後面是字串 把它轉成整數非常簡單 你就記得 其實將來你們拿到書在二字十八頁就有了 他叫做 int 因為我要轉成 int 裡面有個 點一下之後的話 他有叫 pass pass 就是轉型 轉型成什麼 轉型成整數 然後把它刮伏起來 用 pass 的方式 有沒有 就可以 怎麼樣呢 把字串 轉為 整數 int 開頭 也就是你要轉成什麼 前面就是用什麼 就對了 你要轉成 double 就 double damp pass OK 就是轉型的意思 轉過去之後 丟沒有問題了 再來呢 這個就是 我們可以從哪裡呢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們當然設計方法 可以再加強了 你可以判斷說 有點就已婚未婚 可是這裡我們用 簡單一點的方法好了 我們針對 rb1 rb01點什麼的 裡面有一個屬性就 check 因為 check 裡面就是放 true or false 那我們就顯示 true or false 當然這裡你也可以改寫成什麼 讓他秀出已婚未婚 不過這裡就要做邏輯判斷了 if 讓他在那邊做邏輯判斷了 藏輔 中央 定 除